女生比男生大八岁 这的确是一个 很多很多婆婆都没办法接受的 而且呢 又带着两个小孩子 又离了婚 所以呢他们刚开始 并没有打算要结婚 因为他觉得不太可能 有婆婆 有家庭 可以接受他这样子的条件 嗨大家好我是靖靖 前几天呢我们有去露营 就是中秋节的时候 这次露营呢一共有七家 所以呢不是每个人我都有认识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呢 露营让我很大的收获 什么收获 就是我发现了一对 非常令人羡慕的婆媳 那这个女生呢 她也是我们大陆姐妹 也大概是20年前 有嫁到这边来 应该比我更糟 但是她第一任丈夫呢 就是她的前夫 常常赌博 所以呢她大概在结婚 几年以后 就带着两个小孩子 跟先生离婚了 她一个人抚养两个小朋友 那她抚养两个小朋友很辛苦 她好像是去 然后公司去工作 那后来呢她就认识了现在的先生 这先生呢刚开始 就是大家都不看好 而且呢她也从来没有想过 这个先生结婚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先生比他竹竹小 八岁 真的 八岁 女生比男生大八岁 这的确是一个 很多很多婆婆都没办法接受的 而且呢 又带着两个小孩子 又离了婚 所以呢 他们刚开始 并没有打算要结婚 因为她觉得不太可能 有婆婆 有家庭 可以接受她这样子的条件 那先生呢 而且还是公务员 先生 还长得蛮帅的 怎么啦 所以呢 他们刚开始是在一起 只是在一起而已 那在一起很多年了以后呢 这个男生对小孩子非常好 对两个小朋友 就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小孩一样 在照顾 虽然他们没有结婚 但是又住在一起 那刚开始呢 是住房子 过了几年 他觉得 这先生 真的对他很好 而且喔 这先生家里面的人 对他也很好 并没有反对他们 而且呢 这个未来的婆婆 还非常的 开明喔 应该是说 他的父母都很开明 并没有反对 他们交往 爸爸呢 只是对他儿子说了一句话 只要你觉得 可以就可以 因为是你跟他过一辈子 而不是我们 所以你自己要考虑清楚 他们经过了六年的相处 后来他们就决定 就结婚了 首先呢 他们就买了 房子 他们一起买房子 那买了房子以后呢 其实他们 刚结婚 女生就怀孕了 但是呢 婆婆呢 就跟他说 你们还是不要小孩好了 就好好的 把现在的这两个小孩 护养长大 就可以了 因为担心说 他们结婚了 马上又要小孩 会不会 这两个前夫的小孩 心里 会没办法接受 或者怎样呢 所以他的婆婆就劝他 你们两个就好好的 现在这两个小孩 还要长大就可以了 结果呢 这个姐妹他听了一下 他觉得 他似乎也在担心 第一 他们买了房子 有负担 第二呢 两个小孩子 也是负担 虽然说先生是公务员 收入很稳定 但是他呢 他的收入很有限 他想了想 还是把这小孩子 给拿掉了 那等到 两个人结婚 到了第五年的时候 又怀孕了 那这个时候 两个人他们商量一下 他们觉得 第一 前面两个小孩子 其实已经长大了 那两个小孩子 已经上了国中 负担相对来说 他们觉得 还可以承受 所以他们考虑了一下 决定 把这本孩子留下来 虽然呢 他的第二段婚姻 让大家都很羡慕 因为先生又年轻 有骨架 还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那两个人感情又非常好 但是呢 我觉得 更难能可贵的 就是他跟公公婆婆 的关系 非常的好 让我甚至觉得 他们根本就不像是婆媳 怎么说呢 就让人感觉 他们就像朋友一样 他们常常在开玩笑 而且我会觉得说 有时候这媳妇说话 会觉得 自己的亲妈好像 都不敢这么说 可是他居然敢 跟婆婆这么说 婆婆也是 但是 有些时候 他说出来话 那我觉得 这样子说 他媳妇会不会生气 但是 真的 完全没有 两个人 真的是 非常的融洽 两个人的相处 就像是 很多年的 好朋友一样 真的让人 非常的羡慕 我真的看过 很多的婆媳关系 相近如宾的 很多 能做到相近如宾 我觉得已经是很好的 那相处融洽 我也见过 但是像这样子 情童姐妹 我真的是 第一次看到 那在露营的那段时间呢 我就有跟婆婆聊了 聊了一下 趁他媳妇不在 我就问他 我说阿姨 说真的 说实话 你儿子刚开始跟他交往的时候 你有没有反对 他说没有 我跟他爸都没有反对 我们从头到尾就是跟他说一句话 你要考虑清楚 你自己 要把这件事情想清楚 不要一时冲动 以后是你要跟他过一辈子 而且呢 你 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性情 去跟人家 交往 人家一个女人 带着两个孩子 不容易 不要随便对人家玩玩而已 你如果不是认真的 你就马上离开他 你如果是认真的 那希望你不要三心二意 认真对待 我听到这里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 这真的是我见过 最开明的父母 真的 那他们的年纪大概 快要70岁 所以说你说他很年轻也没有 但是以他们这样子的年纪 有着这样子的想法 我真的觉得 不容易 所以我才说 他们让人羡慕的 不光是 他们的感情 更让人羡慕的是 他们婆媳之间的感情 那公公 也是 很开明的一个人 很喜欢开玩笑 露营期间 我们也常常 跟他们玩在一起 我们每次都说 哎呀阿姨 你喜欢 什么样子的 阿姨说 我喜欢25岁的 我们都说 哇 现在喜欢25岁的 马上回头跟叔叔说 叔叔你看 阿姨喜欢25岁的 叔叔就会跟他说 对呀 他就是喜欢我这样子 25岁的 非常自信的回答 那阿姨也会 笑笑的在旁边说 对呀 因为我才20岁 所以我喜欢25岁的 他们的心态 真的非常好 可跟孩子出来露营的 老人本来就不多了 很多老人觉得 去外面睡不着 或者觉得去露营是一件很辛苦 很累的事情 但是这两个老夫妻 完全不一样 他跟我说 不管去哪里 只要我儿子愿意带我去 我都想要去 这一点 我爸就没办法 我爸是哪里都不想去 只想待在家里 我妈呢 前几年还很愿意跟我出去旅游 那最近这几年呢 特别是今年回去 太远的地方 他就不想去了 那在广西省内呢 旅游 他还是可以接受 那我每次叫他来台湾 他也都 摇摇头 说年纪大了 不能去了 其实我知道 他的担心 因为我们家呢 虽然是 三房的 但是呢 其实只有两个房间 那另外一个小房间呢 太小了 所以没办法 拿来当房间 所以拿来当储藏室 跟衣室 那他来这边呢 他就会觉得不方便 没有地方住 所以我现在每次叫他来 他都说 不去了 其实我知道 他很想来 他很喜欢台湾 每次跟别人说起 他以前来台湾的种种经历 他都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自豪 他甚至跟我说 他是他 所有朋友里面 坐过最多次飞机的人 因为光来台湾 他就飞了好几次 所以我觉得 可以长久的 夫妻关系 跟有没有好的公婆 也有很大的关系 毕竟结婚真的不是 两个人的事情 而是两家人的事情 目前为止呢 这位姐妹的公婆 真的是我见过 最最开明的公婆 也是最让人感到 温暖的公婆 那这一对公婆呢 对他 跟前夫生的 两个小孩的关爱 也完全 不亚于 自己亲生的这个孙子 从小到大 真的不管是衣服还是玩具 从来没有少过 而且呢 我觉得他们相处的 那种感觉 让我觉得 完全看不出来 不是自己亲生的孙子 因为他前夫生的小孩 也有一起去露营 他们一家人 你如果不说 真的 绝对 感觉不出来 不是 有血缘的一家人 而且呢 他婆婆还跟我说 其实 血缘真的 没有那么重要 人是有感情的 相处久了 自然就有感情 那很多时候 这种感情 会比血缘 更为亲密 我记得 在我之前的影片呢 有一次 有个朋友留言 他说台湾的男人 绝对不可能 娶恶婚的女人 那时候呢 我就跟他 有了一些 小小的 也不算真子 应该说是交流 我就告诉他 我的身边 其实有很多 恶婚的家庭 他们都过得很幸福 结果那个朋友 就留言说 不可能 台湾的男人 绝对不可能 娶恶婚的女人 更何况去娶一个 恶婚大陆的女人 我说 凡事不要说的 那么绝对 你的身边没有 被表示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 也不表示 台湾就没有 这世界那么大 台湾那么大 凡事都有可能 我们没有见过的事情 不代表 不存在 那我今天分享这个故事呢 是因为真的第一次看到 感情那么好的 好像亲姐妹一样的 我想 忍不住要跟大家分享 跟大家分享的目的就是 希望大家能了解说 其实 不管你是哪里的人 都有好人跟坏人 也不管你嫁到哪里 都有可能遇到好的 或不好的人 但是呢 只有离开错的人 才会遇上 对的 希望大家都能遇到 那个对的 好啦 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下次我们有空再聊 拜拜 拜拜 拜拜